他拿起手机对着女孩 接着按下了快门 就在他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女孩凭空消失不见了 看见这一幕女人惊恐万分 女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男友 可是男友根本就不相信她的话 为了证明自己 女人拿起手机就是一顿拍 可是并没有任何东西消失 男友更加认为女人在开玩笑 女人却说一定是拍的东西不对 只有拍人才可能出现消失的场景 为了证明女人在无理取闹 男人拿着手机走上街头 然后对着一个流浪汉按下了快门 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一幕 男人震惊地不知所措 女人连忙将男人拉走 接着两人讨论 其手机让人消失的原因 还有消失的人到底去到哪里了 他们是死了还是去到了另一个空间 可是说来说去完全没有答案 女人说我们还是报警了 而男人却坚决不同意 因为男人此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用这部手机解决掉自己的老婆 男人名叫艾姆 是一个知名的作家 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艾姆早已厌倦了自己的老婆小恩 对她越来越疏远 后来艾姆喜欢上了一个叫莉莉的女人 她发誓要和莉莉长相厮守 一天小恩下班回到家 刚想和艾姆有些亲密的举动 艾姆却是满脸嫌弃 她让小恩先去洗个澡 谁知小恩洗澡的时候 忽然脚下一通 接着就发现了一只耳钉 而这只耳钉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然而小恩却没有声张 第二天称自己要出差离家几天 小恩走了以后 艾姆就把莉莉叫到了家里 两个人却不知道 接下来他们亲密的画面 已经被一部摄像机都拍了下来 等回到家 小恩看到视频伤心不已 但是她还是给了艾姆一个机会 只要她和莉莉断绝关系 她就既往不救 要不然她就会公开这个视频 此时艾姆彻底慌了神 她不愿意这个视频被公开 但更不愿意就此和莉莉一刀两断 就在她难以抉择时 竟然意外获得这个神奇的手机 这简直就是老天在帮她 艾姆拿起手机对着老婆 她心中还是有些不忍 毕竟夫妻在一起生活多年 而此时看见回家的老公 小恩以为艾姆已经回心转意 愿意和她重新开始 艾姆却说我们好聚好散吧 听见这话小恩说 那就别怪我了 见小恩如此决绝 艾姆再次动了杀心 只见她举起手机